小店开门了 之前好像一直没怎么吹人家伙的 一直不知道他干嘛 好像是一个咖啡店 咖啡甜点 像个日子餐馆一样 这个是一个 跟隔壁就是沙仙小吃 清除了鲜明的对比 有点小老歪的 吃着沙仙小吃的老歪 好厉害 大伙子 有点高鼻梨 不过我之前还见过用中文在那和老板砍价 在那小超市里买东西 大包小包买的老外 用中文跟老板砍价 很多中国在中国生活久 只是长着老外脸 但是中文不见得 就是不见得对中国不了解 这边那个洗牙的又开始做网告 洗牙三十 虎牙九十九 我把那个家里也忙了 但是医生这个 这类的东西 偏医吧 虽然这个口腔也没有到那么高级的医吧 但是大家都比较谨慎 新开的不见得有人愿意 去医生 在海外 中文被人愿意 两台 我们来看看 全部随了 都要准备了 但是